明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總統改選 部分國會也要改選 加州第29選區的州參議員 現任的華人女婿夏勒博 任期即將屆滿 那麼前爾灣市兩屆市長 涵議的這江石熙 4號星期一 在盧蘭岡向華文媒體召開了記者會 表達參選的決心 民主黨的政策 我可以帶來這些問題 這裏的改善 這裏的活動 這裏的活動 在社會的API 在社會的社會 公司的社會 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有做到 在職業的職業 我們在職業的職業 在職業的職業 在職業的職業 我為意願意出來支持江石熙先生 因為我覺得是要從做事方面 才能看到一個人真正的能力 跟他的本質 那在過去的11年裡面 我認為江石熙先生是一位說到做到的 他會把各組合都容易 而且讓大家一起參與 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他有能力 帶領了我們的選民 帶領了我們這個區域 到加州州議餐議院裡面 幫我們爭取到更大的權益 好 江石熙多年來 深耕社區服務選民腳踏實地 獲得選民和民選官員幾乎是壓倒性的支持 國會議員趙美馨 洛杉磯社區學院理事 五國慶 以及爾灣居民代表等人 在記者會上都熱烈地為江石熙站臺致辭 加州第29選區橫跨洛杉磯 橘俊 盛伯納丁諾三個縣 17個城市 95萬人口 至今還沒有亞裔出任過選區的參議員 在民主黨黨內大佬的大力背書之下 江石熙很有機會在明年11月拿下這個重要的席次 讓我們含著剛才會發表 отд乾非 許可利 現在我們在著正確實地 在〈大檬並共修站臺 只有江石熙站臺 列車